有! 欸!不對!不對! 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我被嘟嘟的弄死了! 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 方舟生存今晚我是老頭 Allman!歡迎回來 我們的這個普羅米修斯 V2版本的模組 那今天呢我們依然固往的 就是要前往新的地區探險 那我們上一集呢 好像是去紅樹林的周遭嘛 那我們在紅樹林的周遭遇到了這個 這個叫什麼 泰克的育母蜘蛛 其實就 人模人樣零零有角 看起來非常的霸氣 然後呢我今天還是一樣沒有打到他的 他的屬性 屬性殺肉 這個屬性殺肉真的有點難打 我打這麼久應該是說 我打了這麼久我才打到 我屬性殺肉 我才打到這些屬性殺肉 而且終於是這些屬性殺肉 他還是沒有辦法 運用 因為我這邊的恐龍 全部都不吃這兩個 我不知道他們這個 原名叫什麼啦 反正就是 不同的屬性殺肉啦 對 每一隻 每一隻這個恐龍 普羅米的恐龍 他的屬性殺肉的 可變化的啊 都是只有三樣而已 那這三樣都是他們自己 本身自訂的 所以說 基本上呢就是 每個屬性不同 有一些是不能 用那個屬性 就是不能用那個屬性 我不知道這樣講 你們聽不聽得懂 如果聽不懂就算了 然後呢老頭這一次呢 比較勤勞一點喔 我把這個 所有的鞍全部都做一遍了 就是工作檯裡面 所有的鞍全部都做一遍 原因非常的簡單 因為我想說 如果我在路上遇到的話 馴服直接就可以騎上去 就是試招式有沒有 不用那麼麻煩還要把他帶回來 對不對 這樣子是不是比較 這樣子是不是比較方便嘛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後來又發現啊 然後你們看到這邊 有沒有一個那個 阿努比斯狗頭的 這個一個 很像是陶瓷的東西吧 那時候我看到這個 工作檯裡面有這個 這個道具就覺得很特別 他的建築 然後 他是屬於 製作工作檯這個地方 然後他說奇怪 這到底是什麼鬼東西啊 然後把他做下來 一打開進去看 我還以為是神奇寶貝球 原來是神奇寶貝球啊 我還以為是唱片了 結果後來很好笑的是 原來他這個是類似 那個 類似唱片機的東西 有沒有 Musey Musey Sandbox 反正呢 就是一個唱片盒 然後 其實我覺得這個 應該沒什麼實質上意義啊 除非他說這個唱片盒 會讓你上buff 不過這邊好像沒有講 就頂多就只是聽而已 沒有錯 頂多就只是聽而已 所以說 我不知道他做這到底用意是如何 總而言之呢 這應該就是 這個 普羅米秀斯裡面的一些BGM 我是懶得放啦 你們要放 如果你們有玩 你們可以自己聽一下 就 基本上應該就是BGM啦 沒什麼 沒什麼太大的效果 好不好 好啦 那我們這樣講那麼多了 那我們 待會呢 就直接用傳送門的方式呢 去沙漠地帶 我們今天要去沙漠 沙漠地帶其實離我們這邊蠻近的 有沒有看到這個中間下方 那個 土黃色土黃色的 那就是沙漠地帶 而且呢 老頭在那裡發覺 那邊的珍奇異獸實在是非常的多 沒有在跟你們開玩笑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那裡 超級多 超級多普羅米秀斯的恐龍 那其他地方就是少 就是少的可憐 大概一兩隻就要偷笑 可是那個地方就是一種 大本營的那種感覺吧 好不好 反正呢 我們就帶你們去看 然後我們可以帶很多隻恐龍回來 然後老頭又準備了這麼多的鞍 對不對 我們可以好好大玩特玩 今天這一集 應該是有料的 這樣講好像之前都沒料一樣 也不是這麼說啦 就是你也知道嘛 探索是很花時間的 你要找到東西 基本上沒那麼簡單 因為老頭說老頭 可是你可以用指令啊 是沒錯啦 但是指令這種東西 用了之後 你就不知道他最原始的出生地在哪裡了啊 對不對 你不知道他的出生地在哪裡 那你用指令的話 我自己是會有一點 會有一點便扭啦 好不好 這是屬於個人的習慣問題 好啦 我們要準備傳送囉 好 我們先傳看看 我們去沙漠地形 我沒意外的話 傳過去大概沒走幾步 就遇到一隻了 這個地方真的特別多 不是我要講 好 我看一下 我們到沙漠了嘛 對不對 我記得下面就有兩隻了 我記得下面就有兩隻了 各位看見沒有 一隻 一隻 這個很像 一隻劍龍的普羅米修斯 另外一隻怎麼不見了 該不會被圍死了吧 好像被圍死了 不可能啊 普羅米修斯 普羅米修斯的恐龍 我們少說都 血量都是上萬的呢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對啊上萬的會被咬死 沒道理啊 只有一種可能 啊沒有啦 在前面啦 那一隻好像是 易特龍的普羅米修斯 等一下我先稍微清場一下 我把周圍的恐龍全部殺掉 我再一個一個慢慢抓 好再一個慢慢抓 而且你知道嗎 經過那一次上一集啊 我怎麼會這樣 發什麼事了 為什麼 算了 不管了 經過上一集啊 那個什麼東西 上一集我被我自己的那個 我被我自己的那個什麼 施救獸給噴死之後 我就再也不太敢 按那個噴射死光了 我怕把自己的噴死 所以我現在很小心翼翼的 不敢按下去 好不然下去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算了 我們今天先來抓這隻易特龍好了 這隻易特龍好像還沒發現過 我們可以先發誌了 為什麼不能動 其實我們不用下 我們直接在這個地方直接射就好啦 我都忘記有這個功能了 方舟這次改版之後 變成可以在座騎上面使用武器 很方便 對不對 怎麼沒有射到 欸 阿奈沒有 我打中 有了有了 呵呵呵 一下就中了 好方便喔 來 我們可以來試一下 先把這個 欸我們那個勒飼料在哪裡啊 沒有要自己做 好吧 自己做這邊一個 丟 耶 馴服成功 好 好了 站起來了 然後 我們先稍微就是 讓他在這邊不要動 因為我們還有一隻沒抓 嘛 算了 讓他跟過來好了 我們還有一隻沒抓 嘛 對不對 好像在哪裡啊 在這裡 在這裡 欸在哪邊 欸 阿怎麼消失 在那邊 毫不起眼的一隻劍龍在那裡 來吧 簡簡單單 哇你看 哇 這隻劍龍做的好帥喔 這個已經是完整機械化了 然後這隻是算半機械化的 這可能是 還沒有完全機械化 一個是半孔 半機械孔龍 一個是全機械孔龍 這個就是一個煞氣 來吧 起來囉 好的 既然大家都 都這麼有緣分齁 都在這裡 相遇了 我們就來試招吧 這邊這麼多實驗品 讓我們吃對不對 來 不要亂說 我們來試招 首先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的劍龍好 伊特龍我們自己的第一代的時候 就看過了 然後我有做那個 鞍馬 是哪個 欸 他有兩種齁 一種是雷電型 一種是 發米奇 這個是什麼意思啊 其實我到現在還真的不是很了解 不管了 上啊 唉 我為什麼不能動 他還在秀自己 哇 你看他後面這個 欸你看 他把這個 他把這個後面這個 這個尾端的這個 全部都做成黃色 感覺就很有質感 有沒有 你們覺得超有質感的嗎 攻擊一下好了 好 抱歉 我忘記他就用尾巴攻擊了 欸 用撞就可以撞死了 我還沒有試他其他招式 不過呢 回血量 他們的回血量都很ok 嗯 我應該多做幾個給他 讓他生產好了 這樣他可以自己吃 欸 移動速度還蠻快的嘛 感覺還蠻弱的啊 哈哈哈哈 我還沒試他的吸劍 吸吸吸吸 欸 這傢伙 居然沒有特殊技 What 表示難過 那你到底有什麼作用呢 左劍 哇 傷害是蠻高的啦 好吧 這傢伙沒有特殊技 只是裝逼用的 裝逼的恐龍 好吧 你就只能是裝逼的恐龍 那我先幫你帶回家好了 我們等一下來玩一下易特龍 痾 痾 家 掰掰 咻 太好了 來我們再來看一下咱們的這一隻 易特龍哥哥 易特龍哥哥的話呢 我先丟個上去好了 然後 欸 易特龍是哪一個啊 是哪一個啊 這個嗎 不是 該不會我沒做吧 沒做等一下回去做就好了 就是 現在要找比較麻煩 欸 幹真的不會 不會我沒做吧 哪一個咧 欸 有啊 易特龍的鞍 不是A開頭的嗎 A 好我們打一個A A A L L 欸 有啊 我就這個啦 他也是 他也是欸 他是兩種欸 毒的易特龍跟這個 怎麼都是這種的啊 喔 煞氣喔 哇 走路還會有這個光紋 帥喔 咬死你 2萬2 吸劍 完了 他也是沒有 他也是沒有任何的特殊能力 喔 右劍有怒濤啦 哇 爆了 被彈飛欸 這個怒濤 啊 直接消失了 被分解了 一個吼就分解了 不過我覺得他這個不太好的原因就是 怎麼講 依舊是沒有辦法使出什麼類似特殊技 感覺這種比較小型的恐龍 他們就沒有他們的特殊技能 像我們那個施救獸啊 就會有那種類似像是爆炸光線那種感覺 又或者是說我們沒有進化 如果我們給他進化的話 可能就 後果不堪設想了 不過我們現在就是沒有殺肉嘛 對啊 他們普遍所要的全部不是毒 就是這個紅色的 不然就是那個紫色的 我身上的那兩個殺肉完全沒有用處啊 對啊 那是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 普羅米特龍 不過我覺得普羅米特龍 他的這個 耳朵的部分 好像雨期喔 半機械化的 好吧 我們把半機械化帶回去 我們還有別隻要看啊 還有別隻要預啊 好 掰 又消失了 OK 我記得還有別的地方還有 而且還有嘟嘟鳥 哈哈哈哈 先跟你們講 我有看到嘟嘟鳥的 嘟嘟鳥應該就不用鞍了 我覺得 應該是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前面 好 前面那一隻是那個 腹結龍 連腹結龍都有了 有沒有 欸他走路好好笑喔 來 你直接下來了 我覺得這腹結龍應該也是換湯不換藥 就是外型帥氣然後 沒什麼特殊能力這樣子 也是等進化用的 也是等進化用的 我們看一下喔 我們把岸丟上去就揭曉了 換什麼事 欸這傢伙 很囂張喔 來來來來 火焰飛龍是吧 他燒到我們家這一隻了 這個名字是P-R-O-N-E 不是普羅米 P-A-R P-A-R 在這裡阿 為什麼 等一下這是怎樣 普羅米的Skin What 怕我笑喔 做看過我會不會當機阿 我怕這個模組有讓我當機 吃吃看好了 這個是 茅草跟 茅草跟獸皮 獸皮真的麻煩 我們這邊身上應該有獸皮 剛剛咬了不少耶 再沒有獸皮就好笑了 這邊有啦 丟一半過來好了 獸皮 而且他一樣耶 這隻是紫色POWER型的 我們一樣沒有POWER殺肉阿 什麼都沒有 超難打 就連那種線上遊戲 你知道嗎 打寶 難打要死 可以做嗎 再一個 普羅米版本的Skin 會比較好看嗎 我們看一下原本長什麼樣子 他們原本長這個樣子 然後點一下負重 OK 剩下點血量好了 來啦給你五片啦 走路好快喔 帶一部工具喔 左劍 C劍沒有能力 好我們把Skin套上去看看 喔好啦比較好看一點啦 攻擊 攻擊 到底有沒有在咬阿 哇好可憐喔 要被圍死了 我救你 抱歉 我只是想救你而已 結果你 你死了 哈哈哈哈 I'm sorry 我們傷害了同類 咬到了一個 阿這個咧 這個又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咬到一個速度型的 我們都可以帶回去進化 太好了 太棒了 為什麼你沒事我看錯了 咬到一個速度型的 然後這個太多了吧 這個完全沒鳥用阿 沒關係 太好了 我們有一個速度型 速度型的花育母蜘蛛好像有一隻 我看到那個血條了 又是BOSS 順便跟你們講一下 這遊戲的BOSS阿 沒有一隻我是打得贏的 我都試過了 他們的那個血量 真的是驚人到一個不行阿 打完馬上就回血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到底是怎麼搞的 我就覺得很誇張 來來來把你送回家 再見 好我們繼續走 我記得還有 今天這個地區真的很多 很多東西 來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的 還有的橋 還有的橋 好我們看到嘟嘟鳥在那邊 而且重點是很好笑喔 還有那個 普羅米修士的毒蝎子 這邊恐龍也太多了吧 差點把他推死 我們先跑後面一點 給他追 還兩隻耶 那兩隻都帶走沒差阿 我們可以帶兩隻走阿 再來再來再來 WEEE SO EASY 哇好酷喔 普羅米修士的毒蝎子 喂喂喂喂喂 你想幹什麼東西 還好我沒有用左鍵攻擊 不然那隻毒蝎子就要死掉了 還好我剛剛 按的速度稍微緩慢了一點 差點就想要 SHOOT把他弄死了 來 YA 超強毒蝎子出現了 我想說要不要 只抓一隻 然後另外一隻把他殺死 看會不會掉我們要的 好吧我覺得我把這隻殺死好了 好不好 我們把他給殺掉 因為我們要那個 殺肉要多一點殺肉才行 不然的話這沒辦法 我看一下喔 他的按在哪裡阿 這個嗎 也不去 蝎子按在哪裡阿 SCOP SC 欸我沒有做他的按嗎 等一下 該不會在夜味著我要回去吧 我看一下工作台 欸 欸欸欸欸欸欸 SCOP 這傢伙不可能沒按阿 S S 欸欸欸欸欸欸欸 我直接去這裡面看好了 SC 有阿 我阿 我該不會真的沒做 欸有阿 原來那個是蝎子的圖案阿 哈哈哈哈 是超級不起眼的耶 難怪我沒把他放過來 我這隻上面就有了不是嗎 這個啦 欸不是這個是 龍 蝎子在這裡 找到了找到了 唉唷笑一跳 我想說 毒蝎子怎麼突然醒來 攻擊我 然後我連嘟嘟鳥蛋都做了有沒有 來來來 在這邊 欸不是 不是你 在哪裡阿 欸我剛才 我剛才放手不見了 哈囉 名稱 我不是放了嗎 看到了在那裡 我放 他一樣是雷霆跟這個看不懂的東西阿 哇走路好快喔 西劍 沒有攻擊 他走左劍 欸怎麼攻擊這麼遠阿 打死了打死了 掉什麼 哇什麼都沒有 他這次什麼都沒給小氣鬼 欸他走路好快喔 而且攻擊力很廣喔 站在這個地方就弄得到了 有沒有 厲害厲害 好 既然沒什麼特殊能力也只是裝兵用的 那你就 離開視線吧 再見 把你帶走 掰 再見了毒蝎子 我們抓了好多喔 好前面那隻嘟嘟鳥我也看見了 不要給我跑 來啦你賣罩你賣罩 你賣罩 我看見你了 你這小淘氣 我靠那個嘟嘟鳥撞牆 他法拉也弄爆了喔 他把牆壁撞爆了欸 有 欸不對不對 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我要被嘟嘟鳥弄死了 這隻嘟嘟鳥 這隻嘟嘟鳥他是不能抓的啦 他是新鴻版本的嘟嘟鳥啦 哇靠有要那麼猛喔 欸我如果被嘟嘟鳥咬死 會被笑死啊 不要鬧啦 解決你 好了死了 喔打到兩個殺肉了 喔 POWER的殺肉 跟這個我終於入手了 那我該選擇要讓誰進化呢 這個我們到時候再說吧 咬屁咬走開啦 哇一次給兩個欸太好了 那這樣我們可以帶回去進化說 很可惜 很可惜那嘟嘟鳥不能抓啊 不然我就抓了 那隻那隻又打不死 對不對 稍微來看一下附近還有什麼 GOGOGO 這個地方真的是大雜燴耶 那恐龍那個生物超多的